卡普勒出道后,一直没有公布成员的正式职位 除了在决赛中,以第一名自动成为中锋的金彩旋 其他卡普勒的位置直到最近都没有答复 3月14日,低秀代表卡普勒的经纪公司通过文章 确认了组合的官方立场 金彩旋中心主场 崔有珍影队 版本500共同领导 金多娟主要舞者 沈耀廷05 可以看出,还有4名成员包括休宁八夜 江启光、徐永恩和江瑞旭的位置仍未公布 网友们感到困惑 具体来说,网友们好奇为什么低设确定了卡普勒的主场和主物 却漏掉了另外两个重要的位置 主rapper和视觉 而唯一被列入的影显位置是沈耀廷 让网友怀疑,小婷不仅得到了公司的优胆 还得到了低设的优胆 另一件让网友们感到困惑的事情是 以精湛的舞蹈技巧而为民的两位成员 江启光和徐永恩 没有被确认是舞团的一员 此外,虽然金彩旋多次被宣布为组合的官方中心 但在最终战容中 沈小婷才是站在中心位置的人 直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爱的寒舍 每日解说最小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